N equals math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这个汽车保养的时段 那今天我要讲的是这辆车啊 是日式平台里的其中一个经点車款 也是许多年轻人现在梦寐以求的 那就是最新的 Honda Civic Type-R FK8 不过刚才我就在楼下停车上抓到一个车主 所以我今天就直接来一点特别的 直接抓这个车主上来 做一个直接的车主的访问 那我们有请 Dennis 大家好 不好意思我今天第一次上这个节目有点紧张啊 等一下你尽量Lead我一下 OKOK没问题 OKOK 是你应该先问我问题的 对我先问你先 我先问你第一个问题啦 为什么你会买这个CB FK8 便宜咯 便宜32万哦 32万有折扣的嘛 因为我两年前买的时候 那一个时候 换政府 GST不是没有掉 就有的扣嘛 然后再加上一些官方的折扣 所以换政府很爽 OK因为就是那个 GST 的折扣 然后我就看得蛮吸引的 我也是想知道这一个为什么每个人 这样点这一个 Honda 所以我就回去给我了 我讲诶看那个市场不是很好 我想换一辆比较豪洋的车 换什么车 我讲换辆Civic 咯 他就 哦 OK 从他的眼神里面我看得到就是 哇你的叔叔了 还加了这种Civic 咯 不过他也没有阻止我 他就OK啦 然后我就去换了那辆车回到家 然后回到家他就看到 哇 哇 这么你的车叫阿兵的 这其实也是一个蛮不错的点啦 如果你不想给你老婆知道你买这样贵的车啊 就像他讲Civic 咯 不其实也是Civic 来的嘛 Tai Out不是一个model 来的 Civic 是一个model 来的 对对对对对 他只是在Civic 呃 TCV再搞一个 range 吧 顶级版 然后海星版 我叫它入门版来的 为什么 Numbering 版 怎样讲咧 Numbering 版 赛道版 赛道版啊 偷清了啊 没有那些 safety features 哦对对对 它没有那个 advanced safety 然后也 好像你不是 camera 也没有对对对 除了这个原因啊 还有什么原因让你选择这辆车 呃 OK 首先我要讲一下就是 在我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十几年里面 我拥有的就是日系车款里面啊 我有过就是 Toyota 好几辆 然后 Mazda Nissan 都有 OK 唯一我没有过的那个品牌 就是 Honda 嗯 OK 然后 讲真的我也从来 没有想过要买这辆车 嗯哼 因为有心理的一些障碍 嗯 怎样讲咧 嗯 怎样讲咧 因为以前刚刚出来是会做工的时候啊 就买了一辆 Satchia 嗯 你知道那个时候有 Satchia 流线的 嗯 Evo 流线 有 Satchia 流线 对对 OK Mitsubishi 嘛 对不对 对 可是 Honda 的那一个时候就是 EK 啊 嗯 很喜欢来搅 Satchia 啊 所以那个时候十次看到 EK 十次都要给他玩 所以看到 EK 有点怨恨你知道吗 看到他们就哇 这些 Honda 的人 每天红头 红头这样子哦 很不明白他们心里想什么东西 你会发现到 Honda 的人哦 有点自念啊 每天 kick in 都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OK OK 所以 因为这一次讲真的这个 FK8 还没有吸引到我 我看它的外星很夸张你知道没有 看到它后面那一个 Satchia 的时候 我是觉得哎哟这个 Satchia 这样大个 很阿Bang 你知道没有 然后不过想想一些哎呀反正现在这样便宜 讲真的买来加几年卖出去也不大会亏的 所以就决定买了哈 我也很想了解为什么 Honda 的人 会这样喜欢这一个 这个品牌 所谓的本田魂啊 本田魂 然后我就是 after 我嫁了一年多 我也去深入研究 这一个本田魂的本意 我上网 check 过很多次 找不到这些资料 为什么会叫本田魂 Even Honda Official 也没有 recognize 过这一个字 OK 然后上网找不到我就自己研究 然后研究了一年多 就是包括 就是去年我还去日本 去走走的时候我也租车到处跑 然后我了解到了 什么叫做本田魂 就是本田魂呢就是 穷人要驾跑车 因为就是你看啊像 在80 年代的 JDM 很多的 JDM 啊 他们都是爽门的 啊对 就是那些比较跑格的车 对多数都是 hatchback 对 后面的整个车位 是当成一个门开起来的 对 这样子的原因呢是因为 他们可以载很多的货 因为在资本 那个时候他们 就是工业时代 然后还有就是 他们有很多很小的 business owner 他们自己创业啊 可能就在家里做豆腐也好 在家里做生产什么东西 手工也好 他们很多很小的那些 business owner 他们都住在偏远的地方 很多时候 你看到那个日本那些路啊 哇 去年我去跑的时候 真的是山路了 所以很多时候 他们又需要一辆车来做工 又需要一辆车来就是做工载货 然后同时自己享受一下 对啦 又看到那个山路这样子啊 对 你可以讲 买van 可是买van的话 基本上在那些山路的话 是不是 是不容易驾驶的 所以 在那个时候我就了解到 为什么日本的车 他们都很喜欢玩山路 然后第二 他们就是 就是想 我早上起来 可能 这个是一辆车 你可以早上起来 在小孩子去读书 去上班 去送货 我回家 晚上 跑山路 是包到完的 所以基本上对我来讲 就是 你没有能力去买一辆跑车 真正的跑车 可是 你又想要一辆很全能的 就什么东西可以做东西 同时可以带给你快乐的一辆车 对 可以带给你快乐的一辆车 所以 他们就算你看到 Toyota86也好啊 然后 很多 当时很出名的这个JDN 他们都是双门COOP的 一个setting 对啊 就好像86 甚至到后期的EG EK 这些都是这样的一个setting 然后来到这一 过后 从EK到FD 然后 马来西亚啦 然后到FK FD呢 我也是有试驾过 我也是有想买过 可是那个很单纯哦 就是一辆车 它有 等kick in 你知道吗 然后 你平时 驾驶的时候 很跳 很难 很难 就是完全不舒服 然后 然后 就是 来到FK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很大的分别了 对 就开始 比较现代化了一点 比较硬派了 对 这辆车很明显 它就是在 针对这一个 EUROPE的市场 因为Honda 在EUROPE的成绩不是很亮眼的 所以 我可以讲 它们在这五年里面 它们一直专攻 那一个欧洲的市场 就是这辆车 包括它的这个 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会选这辆车 就是第一 它有这个Adaptive Suspension 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调软 就是confort 然后还有就是sport 还有out的这个模式 就是它的那个 Suspension 也会跟着硬 它就像Adjustable 这样子 不过它没有像Adjustable 这样Hardcore 不过基本上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设定 然后第二 它是有一个比较wide的一个track 后面 OK FK8跟FC的分别 你看它的后轮呢 它的后轮是宽一旋的 对 这个是从FK那边开始研究出来的 因为它们很需要在Nurvelling做时间 因为engine方面 那一些已经不是很大的问题了 所以它们最主要的一个improvement 是在它们的后面的那个track 就是后轮的那个宽度 OK 它是比较宽出来一些 在 近十年的日本车是不是 你很难 看到这样子的一个setting 就是widetrack的一个车 对 就算是86也好 什么车都好 然后第三 它是一个2.0的turbo OK 然后这一个 这一具engine 它就是K20 一直develop下来的 K20已经是炒到烂千年眼睛了 OK 它是慢慢一点点进步 因为这辆 如果你是说它要做一辆performance 它的那一个reliable是很重要的 嗯 它不能就是做作为一下 就是一下子有新的科技啊 它都太过新 它还没有provement 有出问题啊 这样子它根本跟performance 就是连不起来 对 因为performance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就是reliable 嗯 你跑得快没有问题 就是不是一个问题 你要跑得完才是成功的 对 OK 这个K20的engine 它慢慢develop一代一代一代 这样子改造下去 所以在K20c里面呢 它是相当的成熟了 OK 就想我要讲一下就是可能它的在cooling方面 没有这样reliable OK 当然现在2020的这个facelift版本 它们已经有改进这个问题了 嗯 不过你的那一个版本 就这一方面还需要加强啦 对 这一方面还是需要加强的 嗯 平常用也会过热吗 还是这样 平常用是不会过热的 可是问题是你一下赛道的话 就是像我们 就是我们去sephone跑的话 它就会overheat的 嗯 它不会overheat啦 就是想它detect到它的那个engine heat很高的时候 它就已经save mode咯 对 然后第四就是这辆车 因为它有那个adaptive suspension的关系 它很舒服 嗯 会不会比e-clutch舒服 我不知道我没有去试过 我没有坐过后面 OK 我只是坐在前面 可是as一个driver manual day to day 就是我差不多是每天都在驾的 上班下班塞车都没有问题的 只是脚会累一点点啦 嗯 我觉得这辆车的那个clutch应该也是很容易 对 这辆车的clutch是很轻的 嗯 就是讲真的就是 像一个刚刚鞋架manual的人 他们都很容易处理 都开得到啦 都开得到 你跟以前的那些JDN 还是什么东西那些high rev的啊 你clutch放太多油不够的话 它就会死火的 对对对对对 不过这辆车是非常容易驾驶的 嗯 这样整整整体来讲 我觉得这辆车是更加的容易开 然后也更加的容易操控咯 对对对对 还有样东西打理你讲到这个gear 就是它还有rev match 哦 哦对自动补油 对自动补油 这个自动补油是一个 呃 非常好的一个feature 当然我们有驾惯 呃就是有 多少会hull and toe的 嗯 可是如果你在赛道里面的话 紧张起来有车在你旁边 你twin gear是没有这样快的 没有这样完美的 没有这样完美的 可是这个rev match呢 它就会做到非常完美的 很精准的 很精准的 然后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去担心 那个gearbox会出问题 嗯 因为rev match 其实 呃不只是给你在保持你的转速 它的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要保护你的牙翔的 对啊对那个牙翔的那个是 它的clutch啊 对它的clutch啊 对那边那边是有一定的保护性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 那 Dennis 分享了 它是一个买FKA 的原因啦 接下来我们就谈一谈 这辆车的这个保养部分 那我其实在这个Honda Malaysia 的官网 就有找了一下资料啦 根据这个原厂的资料呢 这一台车它的这个保养方面 我们先讲这个normal service啦 就它这个黑油的部分呢 根据原厂的建议是使用这个 0w30 的全合层机油 Fully synthetic 的这个机油 它的这个容量为4.2L 那根据原厂的时间表啦 是每1万公里或者6个月换一次 OK 这个东西我要补充一下 OK 所以因为它就是 这个 原厂是跟你讲10,000 或者6个月 对 OK 然后在Honda 的 Turbo 车系列里面 是 因为 Turbo 的关系 你知道 Turbo 它们在长期 可以在比较高温的那一个情况下运作 所以它的黑油的那一个 requirement 是比较高一点点 对 不要讲究啦 对 然后 它这个10,000 它不是根据你的那一个 mileage 那个表 走10,000 去 Service 的 它在里面 它是计算 engine mileage 哦 OK 就是讲 因为你们在怠速的时候 停住的时候 停住的时候 其实引擎还是有 在转着 还是有在运作的 它只是没有进那个里速表罢罢了 对 它还是很在慢速 在运作着 其实那一个在停着的时间 它也是有算进去 所以很多时候 可能你走不到10,000 6,000 你就要去 Service 好的 OK 就是为什么这样子它会有 Service A 跟 Service B 的 这个之前有很多网友就问啦 这个 Service A 和 Service B 是什么来的 对 我就大概解释一下 总之 A 跟 B 都是 A 它就是普通 就是 比较整套的一个 Service 就是 Air Filter 啊 什么 Filter 那些 会给你管导玩 OK 加买的黑油 还有那一个 Air Filter 那些 Air Filter 那些 对 OK B 呢 就比较简单 就是两个 Item 罢了 B 就是做黑油跟 Filter 就是两个 Item 罢了 OK 所以你在 For example 你在一页 你做了 Service A OK 应该是算六个页的话 像我们这样子 比较 mileage 比较少的 OK 就是在七页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做 Service B 的 对 可是当中 如果就是我的 可能就是 驾驶比较激烈一点 还是我在塞车时间比较长一点 嗯 那一个 系统它会 就是 detect 到 就是它们的 那一个 你的 Engine 网络比较高了 嗯 或者是可能黑油 开始比较退化了一点 对 黑油比较退化了 它可能在三四千 还是五六千 它就会 prompt 你做 Service B 了 哦 所以它不一定是要六个月 你还是要跟着那一个表 对 所以你可能是一页做 Service A 虽然 就是到 七页 你应该要做 Service B 的 跟着六个月 或者十千的那一个 里数来算的话 你可能在三个月 在四个月的时候 你就要做 Service B 了 嗯 或者可能 架不到一万公里的时候 对对对 就是讲它不一定架到一万公里的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诶 为什么是这样子 我还没有架到一万 又没有到六个月 它就叫我回去 Service 它是有去计算 你的 Engine 的那个 Mallage 了 哦 OK 所以你提早了过后 这样接下来呢 接下来又从 Service B Let's say 你是在 四月做了 Service B 这样你又加六个月下去 应该是十月 你又做回 Service A 哦 原来是这样 对 那其实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 System 也是蛮好的 因为其实 以涡轮车来讲啦 我们都知道黑油就是 像你讲的啦 很讲究 包括其实我本身 我的这个涡轮车 我自己也是有提早换黑油 就算原厂是建议这样子 可是我其实也是提早有换 对这个也是 有一些车商 他们不大敢带 Turbo 进来 对 因为马来西亚我们就是 驾车都很习惯 NA 还是要日本车 NA 对 十千要 Service 你没有 Service 不用紧 十二千 还不用紧十二千才去 可是它还是一样造走的 可是 Turbo 不是这样子讲 Turbo 的 maintenance 是比较讲究一些 对对对 所以就是对很多人来讲 如果是我每天要上班 那是什么东西 我没有这样多时间去 这样子一次去 Service 的 对 所以带 Turbo 车款进来的话 是一种挑战来的 嗯 对 那其实讲到这个 Turbo 引擎的保养方面 其实 Honda 马来西亚 以 FK8 来讲 其实那个价格也是蛮清明的啦 在这里我就做出这个列表 列出这个 CV FK8 的这个 黑油还有 Oil Filter 还有一些 Air Filter 之类的 这些零件的价格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价格其实真的 以一辆三百多匹的性能 性能车来讲啦 其实真的是很清明 对 没有它就是一辆日本便宜的跑车 对 它不可以算是跑车 它不是超跑 它是没有的 它是 1G 就是 2.0 Turbo Turbo 然后就是性能比较好的 一辆资本车 可以这样讲 平平跑车 对 你保养 普通保养这辆 FK8 的 它的 它的那一个 Service 啊 就好像 你 maintain 一辆 Autist 对 或者是一辆 Camry 的一个价格罢了 是没有差的 就 even 你去外面 我相信 买 Recon FK8 的车主啦 你去外面做这个普通保养的话 应该也是 400 块以内 对啊 400 块里面啦 绝对做得到 这个价格其实就是普通一辆 C Segment 的车的 对啊 它的保养费用 嗯 不好意思 可能比你的车太便宜了 不要再讲了 在整个就是 Schedule 的那些 Service 了之后 还有一些比较 hidden 的 裹皱的 就是 像 Black Pad 对 这辆车的Black Pad 在 so far 我们的 我们在那个 那个 FK8 的群里面 嗯 很多 有一些是在8000 嗯 就要更换了的 更快 8000 公里 对 有一些像我这样子 我是加到13-14000左右 哇 啊 OK 这是 而且还是后面的Black Pad 不是前面的Black Pad 后面的Black Pad 对 8000 就要换是后面的这个Black Pad 对 对 奇怪我这辆前驱车来的 可是为什么是后面比较快 OK 就是我们每次在过弯的时候 哇 很快啊很稳这样子 其实 呃 甚至 FK8 就是它也是有做那些 Churchion Control 的 嗯 Churchion Control 的灯是不一亮的 你是看不到的 可是问题是你在过弯的时候 其实它有微微在帮你 驾车brake 在后面做整个弯 对 就是像Churchion Control 这样子 它会帮你调走右的那个转速 给你就是在过弯更稳定一些 做到更美的一个弯 对 嗯 在这边我也就是类出这个列表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对对 这个是原厂的这个价格啦 就是想外面换的话 我不知道 嗯 应该价钱利好很多啦 而且也更多选择 对对对 它是外面还有很多的选择 就是想你看 如果你要找更好的一些Performance 不是 Brambo 不好 是Brambo 所以如果你要找Performance 其实外面有很多选择 对 就是像外面这样子 你还可以换 Endless 啊 还是可以换很多 Project New 啊之类的 我相信很多啦 对对对对 是很多的 那后面是大概八千到一万多公里 就要换 前面呢 前面可能可以去到一万六 两万左右 所以就是在 Brambo 方面 我觉得是很看你的驾驶啦 就是你平时驾驶不是很快 很少击杀的 可能可以做到三万啦 因为我还没做到三万 我做到万六 都还有剩可能二三十八千左右 我是觉得应该去不到三万啦 OK啦 还算OK啦 就是然后第二个 比较大的一个小费就是它的轮胎 因为这两车一来就是二十寸 然后在这个二十寸的轮胎里面呢 就选择非常的少 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 就是 米其林 PS4S 还有就是 原转来的 Continental 这两 这两条轮胎 其实都要花时间去找 如果你已经觉得就是 就是轮胎差不多剩15% 就是可以去找轮胎了的 就是开始去订啦 因为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 因为这种二十寸的轮胎 如果用这样子的一个 profile的话 很少人会收货 他们都要打电话就是找货的 就算我最近换了一次啦 我唯一可以找到的是2018年的货 比较旧的啦 对比较旧的 不过也没办法 就是2018年年底的啦 不过也是好过 好过没有啦 然后它的价格 是从前二到前四块之间啦 重点是这个轮胎可以耐机就 OK 这个轮胎呢 我差不多价了 12000 是3000 前面的话就没有了 哇 也是蛮厉害一下咯 好死蛮快的 没有对 平民来讲是蛮辛苦啦 嗯嗯嗯 可是 如果你compare 其他的performance car 像那天我有看你们的那一个 我支持你们的影片的 嗯 OK 嗯 OK 我看那一个GT 哇那一个看到那个保养哦 哇那个已经是另外一个等级啦 那个真的是差很远 对想都不敢想啦 看到都会 然后它一条好像不是1000块的东西 对 变很多 对 然后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很大的 很大样的那个maintainance 嗯 就基本上是轮胎烧车片 嗯 这两个会比较时常需要更换 另外其他的 好像刚才我讲的黑油啊 还有这个牙油 因为你是首排车嘛 这个FM是首排车 对 所以我看这个原厂的这个 建议的这个更换的里数是12万公里 哇 which is 很长啊 没有啊 12万公里我们就看一下就好了 啊 它可能就是12万公里 刚好5年过后就没有了 哈哈哈 OK 不过通常我们在我们的group 里面 也是提早啊 我们都是提早很多的 嗯 有一些很夸张的 2万就换了的 哇这跟 对啊 因为他们平时就可能一直有在去玩车 OK 所以它对 反正我都在玩了 嗯 我就要保护我的那个就是 Engine也好啊 那个Gearbox也好 嗯 不过通常他们都是在3到6万 我觉得 呃 看个人啦 3到6万他们都会换掉啊 都不会等到12万才来换 不过老实讲这个变速箱的这个 不是变速箱 这个变速箱有的这个价钱啊 也是不会贵啊 我从官方拿到这个价钱 大家看 这个价钱其实也是很affordable的 嗯 就是几百块的一个公布啦 对对对 不是拿你几千块的 就是蛮蛮清明啦 嗯 嗯 那讲到这个牙油啊 接下来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它的这个 Clutch Kit 啊 因为是手牙车嘛 所以这个理合器也是要定期更换的啦 那我从这个 Honda Malaysia 我问了Honda Malaysia 这个 Service Center 的价钱过后呢 这个就是这个 Clutch Kit 的价钱 它有两个东西需要更换 那 手数啊 是5200多令吉的 嗯 对 这个 Clutch Kit 啊 目前我还没有听到我们的 Member 里面 需要 有人需要换啊 不过 就是因为 Honda 的好处 嗯 它有很多就是 The Party 的那个 Parts 嗯 就好像是 你看 就算是 你看我们就算是 Okura 的 Okura 的 Ice Cream Clutch 啊 嗯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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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当然会啦 可是 你很少有机会去发挥这两车的极限啦 也是对啦 这两车其实 你不下Tread 的话 你上银鸡鸡对它来讲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很轻松啊 对 你也没有很多机会拉到去高转啊 也对 也对 对很多极弯 你拉到6000转都很厉害了的咯 是是是 然后加上它还会自动补油 所以我觉得 其实普通的 原装的 Clutch 应该都很够用啦 对原装的 Clutch 都蛮够用啊 但是这个价格就稍微是比较 以平民来讲啦 像我这种平民来讲啦 就稍微比较高了一点 不过我相信 Clutch 呃 在这个更换周期上 应该不会很短吧 不会很短啦 说法我是觉得 十多万都没有问题吧 嗯 诶 没看穿力量现在还多少钱啊 那讲完这辆车的这个 大小保养过后啦 接下来我要问 Dennis 这辆FK8 有什么通病吗 这辆FK8 so far 我们在Group 里面 我们是没有什么看到有通病啦 嗯 它的通病就是那个 Black P會 快玩到那个算吗 其实也不算啦 也不算啦 以这性能车来讲 我觉得还好啦 可以接受 而且它不是一个给车主麻烦的东西 对 然后 它就是一辆 2.0 Turbo 自吸 稍微 Performance 高一点的一辆 Turbo 啦 嗯 so far 我们都没有听到有任何的通病啦 如果 OK 它有一些小小的设计切线啦 啊耶 还有啊 有一个通病就是那行的灯会进水 OK OK 不过那个是你回原厂你可以claim的一样东西 对 我觉得这个也还好啦 至少不是一些会给你带来麻烦的机械上的问题 对对 它是在机械上上面我们so far 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 然后 还有就是 等下我讲的那个设计切线是它的前面 嗯 那个 Caliber Caliber 其实它在下面 后面它是一块铁 啊哈 盖着它不要给石头喷进去的 啊哈 就是很多车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OK 我不知道变成叫什么东西啦 可是这个FK8 的这块铁呢 就 稍微 我觉得是一个设计切线来的啦 啊哈 所以石头很容易跑进去 哦 OK 我第一次 给那个石头跑进去的时候 那个森林哦 是差不多的 我很想把那辆车停在路边叫Dotrack 了的 为什么 没有很大声 很大声的 我跟你讲 如果你从我车旁边经过你都会听到那个声音 你都会看到哇 你怎么车这样就坏了的 这样荒大啦 这样荒大啦 这样夸张 会很夸张 OK 哇 但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法 其实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我第一次中了的时候 其实我就直接把那辆车开去那个Service Center 了 因为真的太吵 它是联系性的一种声音 而且是摩擦的声音来的 而且是大声 你感觉到不是石头摩铁的声音 不知道是铁很大片铁很 摩很大片铁的声音 很夸张 对很夸张的 OK 然后我就嫁去Service Center 去到Service Center那边转一个弯 它一个brake 它就会弹出来的 那里石头 而且它弹出来的声音是很大的声音 会吓动你的 OK 然后它当一声过后 我嫁去Service Center那边了 什么事情啊 我都不认为有声音 刚才 现在没有了 嫁回家 OK 所以其实那个东西 它就还会自己解决 它是因为自己弹出来的 哦弹出来我就没有事了 对 快的话可能一两分钟就弹出来了 可是这个声音 它有跟我两三天过的 OK 可是有一些朋友就讲 你可以其实去把轮台摆出来 找那里石头 你可以把它弄出来的 可以想办法挖出来的 可以想办法挖出来的 哦 这样这个其实也还好啦 而且它也没有影响到你的驾驶 没有影响到我的形象 是啦 别人觉得我驾那种烂车 很辛苦 那个声音 咱们有这样夸张 很夸张很夸张 那除了这些还有吗 除了这些 so far是没有什么问题 不要再讲 不要拿我来讲 因为我都是 我的 mileage 是有十五十六千左右吧 如果我们看那些 就是 已经超过两年多的 而且游戏很多都是 mileage 都很高了 他们都没有 so far都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这样这辆车真的是蛮好扬下路哦 对 如果你真的是 compare 如果这辆车在上一个 level 的话 你可能 compare 就是可能 A45 啊 那个已经是 fork 在 front wheel drive 里面可能就是 Renault 还有什么选择吗 选择选择也不多了 对 选择已经不多了 Golf GTI 咯 Golf GTI 那些德系的那些 Hot Hatch 和 Maintainment 都 我觉得都不需要可能是两笔啦 对 真的 Maintainment cost 那个费用是一回事 那一个省心程度 我觉得就已经是有差别了 对对对 然后有一些人就会 complain 就是 嗯 里面用的塑胶比较 比较比较 好像比较薄 比较便宜这样子 当然我在讲本田魂的时候 其实我有对这一方面做一些研究一下啦 我们再看一下那些 其实 Honda 车款 VS Toyota 也好 Mazda 也好 它们同一个阶级的车 Honda 的车 however 两只都会轻一个40-50kg 的 会比较轻一点点的 OK 对这些1.5 的车来讲啊 还是它们以前那种EK EK 以前的output也不大的 对 V60 的那些output也不是很大的 都是百多P 的车来的吧 对对 输出不算高啦 都是上200-200以下啦 对是200以下啦 又是NA 对又是NA 所以 对NA来讲 少一个50kg 是很重要的 这个我不知道是它们一开始 就是想偷工减量还是偷轻 我不敢讲 可是这一个的确是 对车重影响很大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优势来的啦 对 就是如果我跟你驾同一辆车 就是 你多重我50kg 就好像你多载了一个人 你多载了一个人 你在Performance 上面 讲纸都会比较差一些 对对 所以以前你的Satara 路线 才会一直飞 这样子好咩 老实嘛 做节目是要讲究老实的 公正公平 嗯 嗯 不过讲真的我赞同你这个 Honda 的造车里面啦 一方面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 因为它们是比较热血一点 所以 很多人讲这个Honda 隔一步好了 其实是给到 给你那种比较有感觉的 哇 这个就 我也不敢讲 如果这个是业配的话 我会讲这个是 这个是感觉来的 可是如果这个不是业配的话呢 它可能就是放少一点 所以这个我真的讲不来 我觉得这个 就其实跟你该讲 那个用料方面 就是可能是一个 头清还是什么 不知道啦 这个都是 Honda 一向来的 一个特性啦 不过我觉得 近几年呢 这个Honda 新车 其实在这方面 已经是有改进了不少 比较有像 舒服啊 还有像这个 比较宁静那边 对啊 就像我讲的 就是它们一直在公 欧洲市场 对这些细节 是非常的 所以你看现在的Honda 车 没有事情 它会谈那个东西 你看Service 要谈两次 不然呢 灯没有亮的话 它又谈给你 以前的这些车 都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可是因为这些都是 欧系车的那一个 requirement 你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你欧洲市场 基本上是不能 小费者就觉得 嗯 这样子喔 所以其实你的这个FKA 也是进化到很 很refine 其实我不喜欢这些 太多Warning 比较麻烦是不是 是很麻烦 这个其实我了解啦 因为我的车 现在在厂里面 就是因为亮灯 就是亮灯啊 OC 车就是有这个问题 有好有坏啦 对啦 那分享了这样多啦 我觉得也是时候问Dennis 你对这两个满不满意 so far 到现在 我是觉得满意 以我用这个价钱 去买回来的这个 我有的价钱就是这样子 我买这辆车 我是觉得 这辆车它有很多乐趣 很多车 我们买回来 我过去我有超过10辆车 然后很多车过了3个月 你就没有兴趣啦 过了一年 你就开始在suffer 你就开始在看 要买什么车啦 可是这辆车呢 它是有很多乐趣 在那边给你去发掘的 你可能可以 稍微做一下setup 可以丢一下suspension adress 到pipe 很多东西 给你慢慢去玩 所以你的那一个 那一个兴奋的那种 你可以一直keep着 我觉得这是一个潜力啦 就是 你买这辆Honda的车 包括我觉得Honda很多车都是这样 就是你买了过后 它有很多 很多hidden的东西 就是你可以去发掘 可以升级啊 然后还有样东西就是 你看啊 你compare 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啦 你看一下 你跟我讲 Toyota大车有什么body heat TRD Modelista TOMS 之类的咯 可能Varis 还有Varis 可是如果你 我买了Honda 我才发现到 其实Honda的改装 很多 那些特partie的那些 很多 真的很多 真的是很多 你看只是在body heat 你看你有Spoon 你有Mugen 然后你有Varis JS Racing JS Racing 一大堆 然后你上网 很容易找 有很多选择 对 选择超多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买一辆86来改的话 我个选择可能是很少 我可能是要找那些牌子 可能是美国牌子 可是这个 你去那些日本网站 你会看到很多的选择 真的是很多 而且这个只是 我只是讲外装啊 那些body part 那些东西 我们在讲内装 那些engine 有太多选择了 因为很多就是 从80年代 JDM的年代开始 他们就开始已经做改装那些parts 给Honda 了 对 这是一个重点 我发现很多 Honda 有很多改装品牌 都是专门为Honda 打造的 选择有很多 所以 也因为这样 所以让这个Honda 的车 在改装方面 即使是很多乐趣 还有很多潜力 对 所以它真的是 它有太多东西可以做了 这个只是 改车不是追来的啦 只是个人的一个兴趣 我现在还没有改装是完全连装啦 OK 然后 可是我可以看得到 就是 总之有一天我闲了 我要把它整个做一个 mac over 的话 我也是可以的 对 这两车真的是很 所以很多人就是 会有一个印象 像我一开始 看到Honda 的人 我就很讨厌 他们那种自念那种程度 很高一下的 可是当你 当你下海了过后啊 你会知道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自我陶醉啊 自己陶醉在自己的 Honda 的 那种感觉里面 因为其实很多achievement 可以去unlock啦 对 这点我是蛮正统的 对 就是 我 就是 你去了解 你就会 会去喜欢 对 然后你会慢慢去看 如果你现在你问我 下辆车要买什么的话 其实我也答不出你 找不到吗 嗯 找不到吗 当然找得到啦 可是 within within 我的 budget 的话 如果你讲 budget 不是一个问题的话 这样很多选择 可是如果你是讲在 300-500千里面的选择 我觉得 很少 很少啦 没有办法超越 FK8 很难 很难啊 对 就是 3-500千 其实我们还要再看一下 那一个 Subaru 会不会出最新的 WRX SDI 的 嗯 哦 那个是最接近的 然后 EVO 这样子也没有消息了 对 对 日系的 跑车 Supra 不要算哪啊 嗯 OK Supra 是算德系的 不过我们也是可以拿来讲 不过Supra 也不便宜 也是要400千以上的 而且保养方面 我相信也是 就是已经是 OC 的登级了啦 对对对 然后那个也是一个后轮车 就这样 说真的在500千里面 新车啊 的选择真的不是很多 如果你在下一个去的话 你可能要去到 呃就是 Continental 了 嗯 M3 啊 或者是 A45 A45 啊 然后 C63 那那边很多选择 不过那个已经不是 这个barger 的事情了啦 嗯 也对 而且我相信在保养方面也是 对然后在保养 然后你要这样一辆 这样全面的这个车 对 它是很全面的 你早上真的我可以在 我孩子去读书 我可以直接去巴萨买菜 然后我可以直接去做工 不是 呃然后 过后我又可以回家 嗯 塞车什么都没有问题 嗯 对然后同时它的保养又神兴 对它保养又神兴 不会一直给你什么嘎叫 然后 改装潜力又这样大 嗯 我给你讲到这样哦 我也想买哦呗 要等着嘛 有钱 蛤 卖掉 卖掉你的接待 不够 找卖独够 卖独够 卖独够还是不够 我还是需要再努力一点啊 老板 蛤 有了吗 哈哈哈 那到这里我觉得也是时候做一个结尾了 那今天感谢Denis 特地和我们分享这个故事啦 我大概有点紧张啊 要重录过吗 你要 蛤 蛤 不是但我表现可以吗 可以 很steady 我觉得都可以 ok ok的ok的 影片出来的时候我会跟你讲 你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吗 有有有 等下没有view你不要怪我啊 不会的 你刚才讲了这样多话 ok啦 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是小明 喜欢这期影片的话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 订阅我们的频道啦 那如果你对这个FK8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话 我可以下这个下楼找这个Denis 出来 帮大家解答的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一下 我可以帮大家解答一下 嗯 踊跃发言 然后你对这个FK8有什么看法的话也是可以发言啦 然后想要知道什么车的保养成本 费用方面呢也是 记得留言给我们知道 我们会尽量做给大家 那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是小明 我是Denis 所以我们下一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